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我曾经讲过曹操木的前石 好多石头块是翘起来了的 那都是曹操当年用来铺木底的画像石 那么在曹操木的铺地用的各种石头里头 有一块石头特别的重要 就是所谓的妻女复仇画像石 那么这块画像石称之为妻女复仇 就是其中之一 妻女复仇这块石头 实际上并不止妻女复仇一则故事 实际有三则故事 它分为上下两廊 上边一廊又分左右两则故事 左则故事 两个老头回头望一边 然后有个车队 有人拱手对着两个老头 这则故事讲的是博一书旗 上囊的右侧 这个画面是最右端 有一个人头 当然是刻画的了 没有身子 左边有一个女子 穿着一身 看出去像笑袍一样的 在鞠躬 女子的身后 有几位使者也在鞠躬 这一则故事叫启良妻 或者叫启良故事 也就是后世的 梦江女哭长城的故事原型 那么这两则故事 只占整个妻女复仇画像室 那个画面的上面一点点 大概四分之一不到 那么启良妻和博一书妻 不是这个画面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 画面最主要的题材呢 就是这一廊下头这幅画像 这个画像的画面上 你可以看到有一座桥 这个桥的顶部是平的 然后左右各有一个坡 我们看桥面之上 桥上有三辆车 一辆车呢 在坡的前面 其实是在下坡的这个位置 一辆车呢 是在坡顶 还有一辆车在上坡 那么桥的两侧 有两个骑马的人 那么一个是在桥的前头 一个是桥的后头 一边一个 这是一则著名的故事 这则故事叫妻女复仇 我把它叫妻女复仇 并不是文献上有记录 文献上没有记录 文献上从来没有一篇说 有妻女复仇 有几个女子在干什么 干什么 没有 是因为内蒙的 和林格尔壁画墓里头 也出图了一个构图相似的 这么一个画面 上面写了一个 妻女未复报仇 所以参考那个画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解读为妻女复仇 好了 为什么叫妻女复仇 你想想 一个车队带着油脚 被七名女子 拿着兵器截在桥上 那是干嘛 刺客 七名女子在行刺咸阳令 这就是这类故事 这明显是一起 有计划 有预谋的谋杀 或者行刺 你们看 这三辆车上 左边这辆车 由于有提板 我们知道是前倒车 上面坐了两个人 一个的帽子是尖的 一个帽子是 好像裹了个头巾 尖的那个帽子呢 叫静贤光 是东汉的时候 光源戴的帽子 而后边这个披荆那样的 那个叫平荆泽 那是一般人戴的帽子 这第一辆 那么桥面上这一辆呢 你看 也是有个戴尖帽子的 这辆车叫令车 而这个戴尖帽子的人 因为戴了个尖帽子 当然 它是一名光源 上面提板写的是 咸阳令 那么咸阳令在车上 那那个 它的驾车的人 哪里去了呢 它的驾车呢 在前面那个坡上 在跪地求饶 我们再看后边那辆车 后边的车呢 叫主步车 上面同样的 一个是戴尖帽子的 就是所谓的进贤官 这是一名光源 说白了就是主步 所以三辆车 每辆车都有一个光源 一名随从 而桥两头 骑在马上的两位 他们戴的帽子 你仔细看一下 这种帽子叫七杀官 谁戴的呢 是那个时候警察戴的 我用警察是一个现代汉语 那个当然不叫警察 叫油脚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警察 或者保安 就是跟随这个车队 护卫这个车队的 大家看清楚了 对吧 然后我再描绘一下 剩下的几位 你们数一下 桥面以上 一共是1234567 七个人 这个七个人 他的发型 他的帽子 他的衣服 你仔细看一下 其中好几位的发型 是东汉时候 女子的流行的发技 起四个舅舅 叫四起花叉大姐 还有几位是戴着头巾的 当然也是拼金泽 他是把头发裹到里头了 那么一共七位 从身形看 从发型看 这七位应该是女子 好了 那么桥面上就形成了 官员和女性的一个对峙 他们的站位 刚好是前倒车下坡 令车在中间 后边的主部车上坡的 这个关键时刻 而两位油脚在两头 四名女子 两两一组插入到三辆车之间 两名女子 是站在主部车和令车之间 一个面向令车的 戴尖帽子的咸阳令 另一位回过头来 对的是主部车上面的官员 两名女子插入到前倒车和令车之间 一名对着令车 而另一位 他对的是前倒车的官员 那另外的女子在干嘛呢 一个女子对着前面一个油脚 另一位女子对着后边那个骑马的油脚 而有一个身心娇小的女孩 夹在桥的上坡的两位女子中间 那个因为身心娇小 可能表现的是一位年龄稍小的小姑娘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站位是非常讲究的 一看就是有预谋的站位 两个一组把三辆车截开 另外两个截住油脚 是不是画面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好了接下来 再看大家的神情姿势 以及手里拉的东西 我们先看桥上面对着令车的一位女子 那么她跨步一步在前一步在后 左手拿黄手刀右手拉沟箱 她对着咸阳令 咸阳令的生态是拱手在求饶的生态 而她身后的一名女子 她是面对着主部车的 那个人手里拉的是什么呢 沟箱和黄手刀 好我们再看令车和前倒车之间的那名女子 这名女子呢 右手拿的是沟箱 左手拿的是手挤 什么叫手挤 手挤也是那个时候的兵器 它是一个补字形 张补的补啊 就拿到手上就可以跟人格斗的 那么你看她那个手挤 那个手挤本的是一个补字形 那个前面有个前刺 应该是刺向被攻击方的 应该是朝外的 可是这名女子有意思 我的这把手挤 中对的不是你 而是另车上那位 我们再看 下桥部位 截住油脚的那一位 手里拿的也是手挤 同样的 她的表情 她的手挤的前刺的方向 都不是对着油脚 那么似乎的传递一个信息说 我不是为了你来行刺的 我是中队的是桥顶上那位 我们再看上坡的油脚 她也被截住了 当然她是被一位 拉着黄手道的人截住的 她也是这么个神情 你可以看到她们的帐位 是非常的讲究 手里拿的兵器 都是进攻型的兵器 当然有沟箱是既可以进攻 也可以防守 我查阅了各种考古报告 一把沟箱的重量 是1500克 一把黄手道的重量 通常情况下800克 一把手挤 通常情况下800克 也就是说 这几名进攻的女子 手里拿的兵器 如果是一把沟箱 加一个手紧的话 这只手拉着一斤多 那只手拉着大概三斤 这个样子 那么她进口工 退壳手 他们在干嘛 我解读完这桥面上以后 我还要解读一下桥下 因为桥上桥下 是相关联的 把主部车前车车一截开以后 另车就孤立了 那么两头一截住 嫌疑人只能干嘛 跳河呀 往桥下跳 所以这则故事 就是行刺的目标 是咸阳令 是有计划的一场活动 最后什么结果呢 是刺客 得手了 咸阳令 从令车 跳到了河里头 然后刺客 在下到河里头 摇着船 把咸阳令 击杀在水中 故事有一个结局 毫无疑问 这个画面 桥上和桥下 说的是同一个故事 但是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时间段 桥上先发生 然后桥下再继续 那唐杰哥 你怎么知道桥上桥下 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时间段呢 这不同一个画面吗 它为什么不是同一个时间段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古人的厉害的地方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些女子的服装 兵器 还有她们的姿势 你有没有注意到 桥上七名女子 有两位是左撇子 一位是在主部车和令车之间的 右手拿钩箱 左手拿黄手刀的 还有一位是前导车和令车之间 左手拿手挤 右手拿钩箱的 她们俩双双出现在桥下的床上 她们发型相同 衣服相同 居然都是左撇子 所以桥下的这两个人 就是桥上的那两位 所以她是同一个事件的 不同时间段 那么桥下那个 熟五足道惊慌失措的那位 咸阳令 就是桥上的那位 躲在车里的拱手的那一位 所以你看古人的构图 在同一画面描述同一事件的两个时间段 其实这则画像石就是一幅连环画 这就是这则故事 好了 这则故事描述完 我还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想告诉大家 这则刑刺事件发生在夏天 为什么 你怎么连季节都知道呢 不是我知道 是这个做画像石的艺术家告诉我的 这幅画像石的作者死了最少有1800年 他通过什么告诉我呢 托梦吗 给我托了一梦 说他就跟我画了一幅画 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天 当然不是 是因为他在画面上 用一只蜻蜓 告诉了我时间 你们仔细关注 在上坡这个桥上 主步车的前端 两位女子之间飞舞着一只蜻蜓 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蜻蜓 一般是夏天 大不了就是早秋吧 大概率是夏天 所以这位艺术家通过这只蜻蜓告诉我 整个刑刺事件发生在夏天 这就是考古 这就是古代的艺术 你多往以后你不得不佩服 注意 妻女复仇在文献里 是没有记录的 我讲完这则精彩的故事 给大家介绍完这幅精美的 画像石艺术作品之后 因为曹操是把这则故事的画像石 用来铺自己的墓底 我讲完这则故事 我还得回到曹操 曹操墓 这则画像石之所以出土在曹操墓里头 那是因为曹操拆了一座别人的祠堂 这则画像石原本该是某一座祠堂里头的中校故事之一 你怎么知道曹操拆了 你怎么知道曹操拆了祠堂呢 我当然不会瞎说 我有几条证据 首先 这些画像石的题材 我其实可以再罗列一遍 艺人赵轩 秋胡子 征赋行鹏 精密地 生生故事 薄衣书齐 启良妻 再加上妻女复仇 它的题材完全不重复 它的内容刚好是中校 结义都在 所以它像是一个词堂的完整构图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读曹操高龄发酵报告 你们仔细看一下那些照片 凡是突地的这种画像石 它这个刻画人物形象的工艺 都是简地英克 那么它的工艺特征是 用枣子非常整齐的 很精细的 把一块石头的面 给它削减掉一部分 突出的这个画面 才用来表达主题 它和今天的南洋画像石不一样 它们的风格高度的一致 像是来自于同一座祠堂 甚至同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所做出来的 更重要的证据是证据之四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曹操高龄博物馆 看这块妻女复仇画像石的画面 看完画面的同时 大家别忘了看这方画像石侧面 前左右上下都有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上你仔细看 都有石灰 为什么有石灰呢 那说明这个画像石原本不是扑到地下的 原本该是立起来 侧立起来的 所以它有石灰 在下边 上边 左边 右边 而且还有别的题材 它一块块拼起来 构成一个画像石的画面 构成一个忠孝节义故事的画面 对吧 所以这些证据摆到一起 我们相信这些用在曹操墓里的铺地石 原本来自于一个祠堂 好了 从考古线角度 从故事以及人物的服饰 用刀的刀法 都可以看出来 这些画像石似乎比曹操墓这个时代 要稍早一点 那就对了嘛 因为曹操拆在别人的祠堂 所以曹操拆祠堂这个事坐实了 问题是曹操为什么要拆祠堂 曹操要砸碎这个旧世界 他不满这个旧世界 他要改造旧世界 对吗 所以他拆了 曹操 为什么我老说是曹操拆人家的 不是曹操后人拆的 曹操死了以后才有木杂吗 那是不是曹操拆的 因为曹操做自己的木的时候 他还活着的 公元218年曹操说了一番话 大家还记得 奇葵西面报西元上为树林 这一座木是曹操眼看着修起来的 给自己修木 所以这些是曹操拆的 不是边拆 最少曹操是知情的 或者曹操下达命拆的 好了 曹操为什么要拆 刚才讲了 曹操不满这个事件 文献上有反应吗 文献上也有反应 同样的在曹操的 让献自明本质令里头 曹操说了 我在做济囊相的时候 我就讨厌这种过度的祭祀 所以我搞了个政策叫 绝营寺 断绝过度的祭祀 清人死了 立马后葬 大家利用死去清人的这个机会 来炫耀 来表现自己是多么的孝顺 把大量的物品 作为随赚品 埋到墓里头 然后把墓葬建得很高大 然后堆一个高大的冯土 甚至于会在墓地的周边 拉石头 侵蚀 不惜工本 建一个石瓷 石瓷上雕刻着各种孝子故事 为什么这样 你要干嘛 所以曹操 他后来提倡博藏 他要改造这个世界 他不满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改造行为 就在墓葬里头有反应 那些铺地石 是曹操拆了别人的祠堂 把祠堂里的石头拿过来 把石头面上的各种图像 打磨掉 甚至翻过来 铺在地上 做自己的坟墓 好多的人质疑 居然把曹操墓挖出来 可能吗 这是真的吗 就开始质疑 曹操墓里有一件文物 一件随葬品 居然是一个猪圈 这下就不得了了 有人就说了 曹操何等身份啊 他的墓里怎么可能出猪圈呢 他说我明白了 如果这座墓出了猪圈的话 那么要么这座墓不是曹操的 要么曹操是个养猪的 不要急嘛 招什么急呢 不要急于认定啊 是不是曹操墓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曹操呢一辈子 征仗四方 在历史上就有争议 没想到他死了以后 就连他的墓